接下来看到台湾之光 林洋佩 李洋跟王麒麟风光摘下 冬奥男子羽球双打金牌之后呢 今天是回到了母校台北市立大学 代理校长邱云浩亲自来迎接 还特别感谢首届校长戴夏琳攻击有成 让北市大成为了全国大专院校中 得到最多奥运金牌的学校 北市大站不站 拿下冬奥羽球男双金牌的王麒麟 李洋 终于回到母校台北市立大学 代理校长邱云浩隆重迎接 回家的感觉啊 就是感觉就是 就是很谢谢学校一直在支持我们这些运动 让我们不 应该是说可以解决我们在课业上的一些 遇到的问题 让我们可以更安心的在我们运动的表现上 真的好久没回来了 林洋开始怀念起校园点滴 这次还有惊喜 北市大在兴建的图书馆里打造林洋厅 两人特地担纲接牌大使 北市大帮了我们很多课业上的困难 比如说在写论文啊 在期刊啊 毕业门槛啊 这些等等 它都让我们很有方向性的去完成 那我们就不会在训练的过程中 还需要担心这些 这不仅仅是祝贺林洋 为校争光 摘下台湾奥运 羽球史上首面金牌 背后还有重要意义 我想这个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也是对整个学生 或者整个校园 师生的一个具有鼓舞的效果 我们之前代校长 还有这个国家 还有甚至市政府 其实在这方面也都给了很多支持 学校百分之百支持下 王麒麟李洋也说了 接下来除了专注赛场 还要更上层楼 准备攻读北市大博士 教练陈宏林也很看好 博士班毕竟也没有这么容易考 就是也是要试试 就是大家尽力去考吧 就是报名然后考 然后如果上了 就是尽力把它念完 因为陈宏林和王麒麟李洋 同样都是北市大学生 而其他健将 羽球球后戴姿营 羽球王子王子维 通通都是来自北市大 在这堪称是运动好手的 夺经重症 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生 都有在做这些分析 能够帮助选手 同样的能完成学业 然后也有非常好的成绩 从北市大首任校长戴侠林 到代理校长抽英浩 大力推动下 要在北市大继续培育 更多金牌选手 为台湾争光 东森产电新闻 六字腾红佩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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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